没什么事 给她撞一下镜头 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里千千 今天要来跟大家公布一个非常棒的消息 我要自己配音吗 对 没有错 今天要來公佈我的品牌 睡睡糟咖又要跟全家聯名了 還記得上一個檔期 木瓜牛奶 雙麒麟跟爺爺奶的雙麒麟 你吃到了嗎 沒吃到我是很壯心的喔 木瓜牛奶跟爺爺奶的雙麒麟 在全家賣了突破250萬隻 然後重點是頗受好評 大家一定想說 他就這樣下架了嗎 我還沒有吃到沒有關係 我們緊接著9月6號 又跟全家有一檔聯名 總共有五款 而且這一次是水水台味季 大家一定會想說 台式的東西路邊小吃攤就有了 我幹嘛去超商買 這一次出了五款商品 就是你想像中的味道 它又做得更加的創新 沒有說我本人就是這麼的優秀 重點是價格很漂亮 就是你每天進去超商買 你也不會覺得心疼 這跟你的荷包絕對過得去 然後這一次五款呢 總共有三款的主食跟兩款的飯糰 就由我一一來開箱給大家 首先呢是這個皮蛋辣拌麵 它這個是用皮蛋跟絞肉做成的醬汁 上面再撒上皮蛋的碎 然後再配上我們特製的蒜辣醬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這個料有多滿 我們就先把它送進去微波 來…我們熱騰騰的皮蛋辣 你有沒有看到嗎 是完整的可以看到皮蛋本人在上面 而且它料…皮蛋的碎力超多 這個大家一定要攪拌均勻 因為那個吃起來才會香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皮蛋香之餘 肉造本身的香氣又非常濃郁 搭配這個西班牙 而且它每一口都巴住 它口味香濃 但又不會讓人覺得膩口 因為它還有加那個蒜辣醬 唯瑜還可以一點點帶辣的感覺 整個超級順口 而且這樣才89塊 不覺得很棒嗎 喔 很好吃 你看這個肉有多多 我這樣邊吃 然後這裡還有很多的肉末跟那個皮蛋 你就可以邊吃然後邊撈一下 你可以這樣子 誰啦 這麼會出隨隨便到看讚耶 吃完了皮蛋辣拌麵 我覺得它整體吃起來的口味上 比較偏重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吃比較清淡的 你就可以稍微考慮一下 如果有些人很害怕 皮蛋本身的味道的話 其實蛋滿多 但它香氣還是有 所以呢 我會建議大家 可以跟朋友一起學 然後可能吃一口試試看 你能不能接受 因為其實像我私友 就不太喜歡吃皮蛋 但是呢 它這次聯名 它很推的其中一款 就是皮蛋辣拌麵 這是它完全可以接受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試試看 我自己是很喜歡這一款 而且它的其實分量不算少之外呢 它整個醬汁扒得也剛剛好 吃完之後會想要再吃第二格的那一種 好 下一個 接下來是這一款 蒜 蒜 接下來是這一款 蒜 我要瘋掉 這好難 接下來是這一款 蒜辣霜醬麵 它是濃郁的麻醬 配上香醋醬 何而唯一再拌上我們特製的蒜辣醬 尾部 尾部好 蒜辣霜醬麵 打開是長這樣子 它呢有豆干 豆芽菜跟油菜 然後配上我們特製的蒜辣醬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我們現在立刻來攔開它 而且它的麵是這種扁的這種麵條 一定要給它攔得很均勻 因為呢我覺得每一口就是有麵的口感 又有蔬菜的口感 又有豆干的口感 愛麻醬的人拜託一定要試一下這一款 而且我覺得它的那個香醋醬的酸度非常的剛好 它就是很幫這個麻醬給加分 重點是麻醬不會有那個 尾韻不會有那個苦味 但是這一款有一個小提醒 因為它是麻醬 麻醬本身其實是比較會吸水的那一種 所以呢大家在吃的時候 微波好就要立刻馬上把它攪開之後 就馬上吃它 不要微波好之後就放一陣子 我還那個攪不動攪不動知不知道 而且這種熱騰騰的吃一定是最棒的 你才會有那種水水燥卡在你們家裡面 水水燥卡在全家 在你旁邊為你煮出一道新鮮的麵的感覺 是不是覺得非常的感動 它是微波食品 但是呢它的蔬菜不會冷冷撩撩那一種 它咬起來還是保留它的脆度 有沒有這個麵條跟這個配在一起 雖然呢蒜辣酸雙醬麵 我跟大家說我覺得這一款的優點在於 麻醬對大家來說的印象 其實它都非常的不好拉開 但因為這樣香醋醬之後 它整個你在攪拌的過程中 其實它非常的好攪拌均勻之外呢 醬汁的濃稠度也變得非常的剛好 所以就是你每一口吃到都會 麵條上面都會沾門的那個醬汁 然後重點是濃而不膩口 最後有點辣讓你體味 所以我很推薦大家如果喜歡麻醬的人 真的一定要試一下這一款 而且尤其是怕麻醬本身有苦味跟那種油耗味的 就真的一定要試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個真的跟現煮的一樣好吃 接下來是很多人來台灣 或是很多人出國久了 就一定會想念或是想吃一款台灣食物 那就是滷肉飯 這個滷肉飯跟你想的不一樣 它是麻辣滷肉飯 然後它是用便當的形式 我等一下就送去微波來 好好跟大家介紹一下它 來給大家看一下 打開就是你想像中很完美一個台式便當的感覺 先跟大家說一下它是用國產的豬肉 但由於我們本身就是這一次出的商品 是希望可以符合普羅大眾的口味 所以我們就用最完美大家最喜歡的那個 滷肉飯的比例3比7下去做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它上面是不是很明顯 這裡有一匙辣醬 這個是用千醬的蒜香辣子醬 風味下去調出來的辣醬 非常的香 重點是大家如果吃起來有滿意的話 就可以來買一下千醬 是不是很美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白飯粒粒分明 好好吃 它這個肥瘦筆真的是很美 香辣鹹度非常的剛好 它這一款呢 它的豬皮是帶有一點點Q的 它沒有到完全的一米就化開的那種 它是帶有一點點 會有點黏嘴唇那種膠質的感覺 配在一起 我就吃起來非常的順口 重點是你吃這邊比較重口味之後呢 你就可以再配一點這邊的青菜搭在一起 大家不要吃這邊出去 欸 口味上有點太重了 這時候就是要配一下這邊的蔬菜 重口味 蛋口味 喝在一起就是一個完美的口味 而且你不覺得它蔥蛋看起來是很漂亮的 躺在那圓圓的嗎 就會覺得整個色香味俱全 大家不覺得79塊又有蛋又有香腸又有蔬菜 很漂亮嗎 不會嗎 不會 很划算 很划算對不對 很好吃欸 很好吃對不對 很厲害吧 不愧是滷肉飯專家 然後我們迎刃 這兩款 皮蛋大拌麵跟那個 這個這次的麻辣滷肉飯 是我覺得大家如果要吃 很糾結要吃哪一款的時候 這兩款是可以先入手的口味 真的太划算了 我覺得這很適合外國人來台灣 又不知道大家去吃哪一間滷肉飯的時候 咦 我們有一間滷肉飯 我覺得很棒 而且它全台開了很多門市 全家 大家如果喜歡就狂買 希望它有望變成長青品香 這是最後一口你看 大家吃飯就是一定要留這最完美的一口 我跟大家說這一款呢 基本上就是百搭 你只要喜歡滷肉飯的人 我覺得這一款你一定會中 走過路過真的是不要錯過24小時的滷肉飯 在全家等著你 剛剛都是主食 我們現在進到的點心怕 或是下午茶怕 或是早餐怕 大家如果肚子沒那麼餓的時候 就可以選擇我們這個飯糰 這個飯糰呢它是 焦麻肉鬆飯糰 它這個是用辣椒油豬油跟花椒油 炒入肉鬆整個提香之後呢 再加上美乃滋增加那個滑順感 我跟大家說這跟大家想像中的肉鬆 完全的不一樣 而且它的售價是35塊 是不是覺得 咦 給大家看一下打開之後呢 大家會開飯糰嗎 拉開它的上半身 轉過來 再拉開它的上半身 就會完美的得到一顆飯糰 而且沒有沾到你的手 是不是很棒呢 嗯 吃一吃之後 不由得就覺得我們說學道咖 怎麼可以這麼的優秀 它這個肉鬆啊 拌入了豬油 辣椒油跟花椒油之類 它咬起來就非常的香 所以它裡面還有酥脆的口感 口味上大家一定會想說 喔加那麼多炒脆的味道 會不會太鹹太重 沒有 因為我們還加上了 我個人非常愛的美乃 這是我指定要加入了 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真的一定要去試一下這一款 很好吃耶 我覺得這肉鬆應該要單獨試 單獨出 然後賣一桶 我就會把它買一桶回來 請問這樣有沒有考慮一下 出一桶這肉鬆 這一款焦麻肉鬆飯糰呢 非常推薦大家一定要試試看 我覺得就是如果你 剛剛前面主食你覺得量太多 或者是你今天只想要吃一點點東西 或是你本身是小奶奶餵的話 你就非常的適合自己吃這一款試試看 每一款都這樣開 最後我們五款的最後一款 招牌傳統飯糰 聽起來是不是有點無聊嗎 剛剛前面都介紹這麼多 你一定會想這一款裡面 是不是有點不一樣了 這一款呢49塊 我們先送去微波 再開箱給大家看一下 來 我們開箱我們 大家抱歉我剛剛回的有點太久了 我們的招牌傳統飯糰呢 大家真的不要小看它 這一款你光看它的包裝 你會不會覺得奇怪 這一坨圓圓的東西怎麼感覺 裡面有很多東西 沒有錯 它裡面有蔥蛋有辣菜脯 又有吐司丁增加那個 有點油條的感覺 讓你增加一點脆度之外 它還有香腸 它就是該有的都有又有肉鬆 怎麼可以豐盛成這樣 很像你去早餐店裡買的那種總會飯糰 它裡面還加了花生粉 這個米真的很好吃 大家最怕就是買飯糰的時候 吃到那個糯米硬到一個不行 但它沒有這個Q彈香氣又非常的夠 你看看它這個料有多多 非常豐富的一個 基本上就是所有的愛都給你了 好胖喔 你知道它的糯米非常的香Q之外 咬下去自己糯米本身其實是有它自己的甜味之餘 內餡又非常的豐盛 然後內餡有它的香氣有它的甜味 整個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可是口味上又非常的多層 是又有點古早味的感覺 食水調味器細節就在這 但它真的是 料超多 哇 早餐不知道吃什麼就吃它就對了 很有飽足感 來 我們最後一口 你看這香腸躺在裡面 躺得多好 吃完了我們招牌傳統飯糰 是不是跟你想到中的很不一樣 它這一款招牌傳統飯糰 內餡真的多到一個不行 豐富到一個不行 讓你從頭吃到尾 你就是覺得滿滿的料 從外到內 口感跟味道都是一等一 所以呢大家如果喜歡吃飯糰的人 早餐 就讓多了一個選擇 下午茶也可以吃它 晚餐也 晚餐吃它是不是有點太heavy 好 晚餐也可以吃它 大家有興趣真的是可以試一下 我們這一次水水召咖 跟全家的聯名 總共這五款開箱給大家了 請大家真的一定要試試看 因為它真的跟你想像中的味道不一樣 然後這一次呢 定價其實是讓大家好入手的價格 主要是希望能夠讓更多人吃到之外呢 也希望讓大家每天呢 嗯我想要吃水水召咖 聯名進去超商買的時候 壓力也不會到太大 然後這幾款下來有四款是辣的 我自己覺得四款裡面的辣呢 最辣的應該算焦麻飯糰 但因為我本身吃小辣的人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辣度 然後它最後其實還有用美乃滋 做一個滑順的結尾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 怕辣的人的話 你可以先避開焦麻飯糰的部分 但是另外幾款的辣 是比較像是提香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完全不吃辣的話 你就可以試試看 那個傳統的招牌飯糰 因為呢它是完全不辣的一個品項 但是呢它又非常的好吃 所以大家早餐如果想到它的時候 就可以買一下它 嘿 以上呢就是水水召咖 這一次跟群家聯名的水水台味機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然後喜歡的話也要記得就是 拍個照 Take一下我的IG 讓我知道你喜歡 你喜歡我喜歡你 快樂我隨意